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术 我是温迪姐 本周的主题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 如果你有369连线的人格特质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369 这三个数字分别的意涵 3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是创意 非常有灵性 而且有非常高的弹性 6这个数字的意涵呢 代表你非常的善解人意 愿意主动先付出 同时接你也有非常高的责任感 9这个数字的意涵呢 代表其实你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 同时你也尊重自然 你是一个非常的自然主义者 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代表 所以综合369以上的数字呢 我们会叫39连线叫做智慧线 智慧线的意思其实也代表的 其实你也是灵性的组合 为什么会说你是灵性的组合 是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智慧这件事情呢 可以通过学习 它有点像知识 但从知识进到智慧这件事情 其实它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你有很深沉的思考能力 你的精神思考能力是很显著 而且你常常在练习这件事情 同时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 你带的是一个善良的本质 这也呼应到9 我们刚刚讲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追求者 所以在这样子的特质当中 我觉得369连线的人 除了你会让大家觉得 你有知识点的聪明之外 你还有更高的智慧灵性 来让人家愿意跟随你去追寻 你所相信的力量或者是能量 有369连线的人也很善于 用不同的角度和面向 来去观察和阐述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让人家 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有那种醍醐灌顶啊 然后耳目一新的感觉 你会觉得哇 我没想到这个面向 你怎么这么厉害 当你不安排你出牌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会觉得 没有什么违和感 这基本上是 你任何特质当中 很吸引人的地方 你很可以用很轻松的方法 来去分享你自己 最近的一些看见 或者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谓的社会价值观 所以这是369连线 我们会叫它智慧线的原因 以及它的人格特质 那大家会寻求它的一些 建议啊分析啊或观点吗 它会成为大家类似像 心灵导师之类的吗 本身有39连线的人 你除了在学习 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 你学完之后呢 你还愿意消化成 你自己理解之后的 不论是知识 或者是技能 甚至是一种叫经验分享 这确实是他们很强大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技术点当中 如果你探究出 更深的意涵的时候 你会愿意带着你周围的人 一起去实践 然后帮助他们去经历 你觉得好的体验 或者是能够让你的经验 让别人占到 跟你一样的位置 那但是这个 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啊 又有一个让人家觉得 你更特别的地方是 你很愿意跳出框架 来帮他做独立性思考 意思是说 即使你跟他说 今天如果呢 你愿意相信我的 这个A的分析 你就可以达到 B的这个结果 但如果今天对方跟你说 可是我想要的是C耶 他就会说 好可以 但我们在前提底下 我们还是在这个A的base当中 我重新去思考 透过什么样资源的串联 甚至是创意的发挥 还有精准度的判断 来去让你的梦想达成 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带团队的佼佼者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3我们刚才有讲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接受 事情是有变化的 然后在这个事情的变化当中 他又有一个包容力 而不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先做好 这会出事情一定是你事先miss掉什么 就这个不在他的思考逻辑里面 另外呢 9这个意涵的意思是 他会先push他自己 当他来到了一个100分之后 他从100开始给你的东西 是更好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给的东西是 达到了不论是业界的标准 或是他内心期待的标准 他才会分享出来 有369连线的人 在带团队的这个佼佼者的意思是 你可以精准且体谅 并且给到对的资源 来去让你的团队 或是你的伙伴 去做到更好 所以跟他们相处起来是 其实是很有安全感 而且目标也蛮明确的 他会帮你厘清你的目标 帮我厘清 不错哦 personal coach 对他真的有点像personal coach 但是他这个personal coach 就是他在coach 你跟你分享的过程当中 他会希望你自己是愿意 因为6这个数字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先给你了 当我先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在我这边得到安全感 然后你也可以知道说 我一定会跟着一起做 当你看到了我愿意 那你还愿意进我的团队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省了很多的力气 去跟你建立所谓的信任关系 他会觉得今天既然大家 进到一个团队了 我们应该要有信任的基础 但这个信任基础 他又是一个 他愿意先给你 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 369连线带人都带得非常好 同时你也会在很多的圈子里面 看到有369连线的人 举例来说艺术界 演艺圈跟设计相关的 其实蛮多都有369连线的人 但是这369连线的人 会在艺术圈当中 做出更好的生意的原因 是因为他先精进了他自己 他告诉自己说 可能做艺术的人 达到的是艺术标准很好 可是在经营或管理目标当中 相对比较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他今天如果是有369连线 进到最终的就是 先天性跟大家有一样 但是可能有两个关键事项 是别人不愿意做 他就会去紧紧他 所以有369连线的人 会在同样的领域当中 做得更好 不局限于只有哪一种领域 但是他相对会的 就是他的明显的成就结果 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跟369连线的人 相处 你的长官或者是你的同事 你会发现 你在跟一个有像大人智慧 但是有小孩的这种 同心未明 还有创意的结合在一生的人相处 所以你在他身上 你会觉得说 他又像一个长辈 但他又像你的同伴 但是他有的时候 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就那个变化的弹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会在你既有的价值观 甚至是一些社会规范当中 有的时候会对你产生一些冲击 但是他这个冲击又会拉回 应该要去聚焦的焦点 他们不是只是像小孩子一样 就是跟你打闹而已 就是他给你有一种很有弹性 很舒服的感觉之外 他又是一个很成熟 而且具有前瞻性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适应能力 会让你觉得跟他工作是快乐的 即使压力很大 但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沉浸在 惊喜的进步 但是这个惊喜的进步 又不是指责的那种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 而是说来了这件事情 那可能有些事情是他 给我们的一个转机 所以有三六九连线的人 很容易在危机当中 完成另外一个 就是把一手烂牌打成一手好牌 确实是三六九连线的人 很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不是让人家感觉说 你怎么这么善变 每天都不太一样 不是那种 他会让你感觉到的是 人生本来就是无法计划 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 当事情来了 我们就冷静的面对分析 串联好资源 设定好目标 我们一家人就往前冲 所以他是用家人的方式 在带团队 那家人会吵架的 但家人的爱不会变 所以这是三六九连线的人的特质 所以如果你在跟三六九的人 一起共识和相处的时候 可以去聆听 他们分析的过程 在整个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或是聆听的过程当中 你除了吸收了他们的创意之外 同时你也会成为一个 push他 在跟你分享的时候 去达成 达成什么呢 达成他跟你讲的那些梦想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变成是先想 但是想完之后 如果他没有一个需要体现的对象的时候 就先放着 可是他这些创意 如果说他知道这些创意是能够帮助你的 以及这个创意是现在你很需要的 他的行动力就出来了 所以就是会建议你可以去 多多跟他讨论 聆听将他的这些想法都能够真正的实践出来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369连线的人格特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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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